爱生活爱美食 大家好,我是小丽 我们今天用鸡蛋和蔬菜 来做一款简单又好吃的早餐饼 它的口味清淡,健康又营养 下面我们开始吧 我准备了120克的西兰花 我采用的是花罐的部分 将它清洗干净,掰成小朵 放入到料理机中 然后盖好,打碎 将打好的西兰花放入到大碗中 打入两颗正常大小的鸡蛋 然后来调一下味儿 加入少许的盐 白胡椒粉适量 搅拌均匀 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 加入一些其他的调料 搅拌好了以后 放到一旁备用 我准备的是一个直径为16厘米的小铁锅 锅中放入适量的植物油 提前预热 将材料放入锅中摊平 这些材料 这些材料我一共做了一个蔬菜饼 因为蔬菜饼有一点厚 所以需要加盖 以至保持中小火或者是最小火加热 大约烙了一分多钟 我们观察看到的部分已经定型了 底部也已经定型上色 然后利用盘子把它翻个面 再用中小火烙至大约一分钟左右 烙到两边都定型上色 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今天做的这款蔬菜鸡蛋饼 口味是比较清淡的 吃起来口感也比较蓬松 味道很好 很适合我们给家人做早餐 既简单又营养 味道也不错 如果你也喜欢 就可以动手试试吧 我是小丽 每天都做好吃的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关注留言吧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